8月26日,星期三,股票市场继续上升,SPY涨35点收在3478,New High涨1.02%, NASDA涨198.11665,涨1.73%,New High,Dowjones涨83.28331,涨0.3%,Dowjones大约距高点海山大约3%,英国市场涨0.14%,德国涨0.98%,日本跌0.03%,香港涨0.12%,上海跌1.3%, 债券市场利率上升,债券价格下降,10年债券0.69%,30年债券1.417%,5年债券0.287%,2年债券0.15%,3年债券0.101%,Fedal rate0-0.25%,美国是零利率的时代,德国10年债券负0.42%,德国的债券是负的,日本挣0.043%,英国挣0.303%, 全世界都是一个低利率的时代,欧洲有些国家,像德国,像法国,像瑞士是负利率,石油43.04%,涨0.07%, Nature gas2.414%,跌0.07%,黄金1961.5%,涨38块钱,黄金前段时间下跌从2050掉到1900左右,现在回到1961, Currency,美元指数92.9跌0.12%,美元对日元106%,英镑对美元1.32%,欧元对美元1.183%,美元指数从103-104跌到92.9%,大约只跌到10-11% 从技术面来看,SPY,NASDAB都是牛海,是一个uptrend,Dodgers也快到牛海了,还有大约3%的weight, 基本上三大指数都在逐步的向上,而且不断创造新高,但是经济的技术面并没有跟上,美国的GDP今年是负的,美国的公司获利率今年是负20-30%之间, SPY大概只会赚120块,比较去年的160块大约选退了25%,明年如果经济复苏,预计可能会回升一些,但是也大概只有150-160块, 因此目前股票的价位的本益比大约在25-26左右,其实用明年的earning也是大概22左右,都是偏高,不过这个偏高跟市场的几个重要的因素有关, 一个就是美元贬值了10%,所以美元贬值的话,很多有价的证券或者是有一些commodity都会上升,包括黄金,包括房地产,包括股票, 债券市场也是上升的,农村的债券今年大约涨了20%左右,不过债券现在在历史的低点,所以还是要居高市委, 因为债券的价格跟利率是走反方向的,如果利率上升,债券的价格就会下降, 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,Dogels换了三个成分股,把Exxon, Pfizer和Raisen, 就是雷神的做军火的三个成分股,把它换掉了,换成了做生化的MGIN, 和做这个Honeywell,做这个各种设备的,以及一个做Salesforce的.com,做这个人力资源和做一些service的, 所以你如果熟悉SPY,QQQ和这个Dogels的运作就知道, 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把他们的成分股把它换掉,把一些比较不赚钱的, 或者比较过时的,或者在衰退的行业换成更符合目前市场未来的走势, 和营运比较好,财务状况比较好的公司,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不懂得买股票的时候, 买指数反而更为有利,因为他们可以不断地换指数里面的成分股, 因此同样的Dogels,叫Dogels30,其实这30个成分跟10年前,20年前,30年前都已经是非常不一样了, SPY也是同样,QQQ也是同样的运作,这就是为什么指数会不断上升, 但是有的时候你买个股,你的股票并不会上升的主要的原因之一, 另外就是在目前的状况当基本面和技术面脱钩,市场不断地往上走, 是一个uptrend,而基本面却是非常的不好, 私有率又高,经济又衰退,额领又衰退的情况之下, 投资人要懂得怎么去,第一个,资产配置把钱放在对的地方, 第二个,要做风险管理,万一市场又做了一次大的修正的时候, 不要受到太大的伤害,第三个,又除了在保本增值之外, 要想办法自己过去这样子的赚的profit,或者说recover回来的fund, 要把他的profit lock in,我是萧英翔,电话73-9883-888,谢谢。